因為救一一地檔來修順 風潮的一十多年的 貴賊鄉觀音瀑布 在家的興盛團的合作之下 之前新建的進館一家二家 之前由館廟長館主持王鋼通車 還有觀音商的開擺針菜 接下來的館府已經 正出到任何杜羅的工廳 在三個國家風景區管理所 也會接受來幾位休憩的實施 做一個貴賊人 包括山區、所有的鄉親都很期望 觀音瀑布可以 重現、風華再現 可以讓很多 中年人他記憶中 美好的回憶再重新出現 所以經過這幾年 地質、地貌穩定之後 我們管理政府一百零五年 開始再幾月 要讓這個 觀音瀑布重新再現江湖 人觀一號橋跟二號橋 一條五十米樓 一條九十米樓 那個寬是五米 這兩條呢 一共要三千五百萬 屬性的管政府是來 運用嘉義行善團的力量 我們規劃設計以後 請他們來協助 做好今天這兩條橋 我想這一次的觀音瀑布 能夠重新風華再現 是靠著我們所有主席人 公所 跟這個縣政府 還有我們所有地方的民意代表 共同重置層層 才能夠克服這麼多的困難 在這個縣政府最大的館長 標示 觀音瀑布就要風華再現 為地方的觀光商業 來加分 他來自這個縣政府 也是選出的第一位館長 他一定要讓館民 看著觀音瀑布 回到去洗澡時 去觀音瀑布算的好回憶 來用新聞環培宜 蔡鳳報道 在這裡